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生态建设与自然保护情况。 国家联业局副局长张建龙在发布会上表示, 十二五期间,我国森林、湿地、荒漠及其生态系统的修复, 以及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国家联业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确保到202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3%以上, 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 5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有效治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